500米以上的大楼在我国数量变少了 这究竟是为何 你所居住的城市最高的大楼有多少米 你现在我国最高的建筑都只有632米 那就是上海中心大厦 在刚开始的时候500米以上的高楼非常的受欢迎 许多国家都争先恐后的建造 但现在来看的话 很少有国家会再去建造500米以上的大楼 尤其是在我国 国家严格限制建造500米以上的大楼 这究竟是为何 自从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的发展就变得越来越迅速 基建方面的实力也扩大了不少 修建了许多的高楼大厦 这些高楼大厦都出现在城市里边最占据优势的地方 因此他们也成为了当地城市独一无二的名片 比如说上海中心大厦 它的高度达到了632米 当时我国为了把它给修建出来 那真的是费尽了所有的心思 现在它的高度能够排在全世界第三 除此之外 我国还有许多的著名标志 比如说广州小蛮腰 还有深圳平安金融大厦 它们的高度全部都在500米以上 并且我国修建高楼大厦的时间 都比西方国家要晚一些 但是我们却做到了后来者居上 现在的我国已经是世界上高楼数量最多的国家了 在全世界排名前100名的高楼里边 我国占据了40多座 最近这几十年 我国的高楼出现的也是越来越多 但现在来看的话 我国和之前的发展模式完全不一样了 很少有企业再去建造500米以上的大楼 为什么我们不再建造500米以上的高楼 第一个原因 那就是因为这一种高楼实在是太高了 人们居住在里边非常的不方便 想要出行的话 那就必须得花很长的时间等电梯 如果是住宅楼的话 楼层越高的话 居住的人也就越多 只要到了上下班期间 就是人流量最高峰 这时候也有一大问题 那就是电梯它只有这么几步 所以如果说 这些住宅的高层人数如果太多的话 高层的人想要下来就非常的不方便 有时候还会造成楼层拥挤的现象 很有可能上班上学都会迟到 一旦说电梯出现故障的话 那么对高层的用户来说 真的太不友好了 他们不管是上楼还是下楼都非常的不方便 并且谁也不能保证电梯永远不出事 还有一方面就是如果住在最上面的话 还有许多的安全隐患 如果说上面着火了 那么产生的问题是非常大的 想要进行救援也很麻烦 用户想要逃生的机会也变少了很多 甚至是说没有办法逃生 并且在高楼里面所分布的这些电缆 电线都是有一定数量的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火势越来越严重 到时候出现火灾的话 很有可能消防员还救不了他们 并且建筑物他们都是有寿命的 并不是说可以一直使用高度越高的楼层 在未来如果想要进行拆除的话 难度系数非常的大 并且还会产生许多的危险 如果是市中心的高楼大厦要拆除 那危险就更大了 在这样的考虑之下 所以我国也不愿意再去修建高楼大厦了 建造500米以上的高楼有哪些弊端 高楼大厦如果说高度越高的话 那它的面积肯定也会越大 这就会导致我国许多地方的使用面积减少 如果面积不大的话 这一些建筑他们的承重能力就会变得非常弱 并且这样还会导致成本越来越贵 一方面自然就是建造成本高度越高 施工的难度也会越大 毕竟要把这些混凝土全部运送到上面 并且最上面使用的材料肯定也要最好 这就会导致一栋大楼房价出现好几个段位的情况 还有一方面那就是后期的维修费用 想要对它进行维修 也是一笔非常巨大的支出 在两种巨大压力下 我国也没有人愿意去修建了 并且摩天大楼的出现 还会导致周边一些房屋的阳光 全部都会被他们给阻挡住了 一旦到了冬天的话 被这一种高楼大厦阻挡住的地方 他们的温度是非常低的 行人走在这里都会感觉非常的寒冷 这就导致高楼大厦周边的地方 不管是想要卖出去 还是租出去都非常的困难 周边的人肯定不会愿意看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伤 所以他们绝对不会允许高楼大厦建设在自己旁边 这也会导致我国的经济受到影响 你们当地最高的建筑有多高 效果 感谢观看